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看一看央視軍事頻道報導 中國海軍麗水艦驅逐艦復逆一年 在東部戰區海軍巧克中獲得總分第一名 麗水艦是中國海軍第25艘052D型驅逐艦 按照這個速度中國海軍作戰序列中的052D型驅逐艦 將在2025年左右超過30艘 052D型驅逐艦的第一艘昆明艦是在2014年復逆的 即是在8年的時間之內就復逆了25艘 平均每年超過3艘 這個建造速度已經超過了美國海軍百克級驅逐艦 外界對於中國海軍的052D型驅逐艦的評價甚高 美國海軍認為052D型驅逐艦是中國海軍第一種多用途驅逐艦 它配備了先進的綜合防空作戰系統 可以應付大規模飽和攻擊 艦載通用垂直發射系統 能夠發射多種導彈 包括防空、反艦、對地攻擊和反潛導彈 甚至是高超央速攻擊導彈 可以打擊海、陸、空、水下不同的目標 由於具備立體攻防能力052D型驅逐艦被視為中國海軍航母編隊的基礎艦艇 在動力上052D驅逐艦採用了柴鹽交替動力系統 具體而言分別是兩台QC-280燃氣輪機 單機功率36,000馬力 以及兩台MTU-20柴油機 充沛的動力使到052D驅逐艦架最高航速可以達到30折 續航能力是每18折4,000海里 從動力配置上以及是最高航速來看 052D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052D驅逐艦架主要電子設備有4個346A型有源上控陣雷達 366型超視距對海搜索雷達 517型對空境界雷達等電子系統 擁有極強的態勢感知能力 其中346A型數字化雙空陣雷達 最大對空搜索距離可以達到500至600公里 可以同時追蹤上8個空中目標 並具備與幾十個空中目標進行交戰的能力 整體性能較美國的AN-SPY-1D雷達領先一代 在探測精度、探測距離、多目標處理能力 以及抗干擾能力等方面都有所超越 052D驅逐艦的主要武器都儲存在艦載垂直發射系統中 這個型號的發射系統採用了冷熱貢架的發射方式 可以容納多種類型的導彈 052D驅逐艦全艦一共有64個垂法單元 可以裝載海洪旗9B艦空導彈、英擊18反艦導彈、 長劍10、弓陸巡航導彈等多種武器系統 052D驅逐艦的防空武器有海洪旗9B防空導彈 這個型號的導彈最大的射程提升到200公里 最大射高達到了30公里 對各種高度的海上目標都有較好的攔截能力 除了紅旗9防空導彈之外 052D驅逐艦還有一套24聯裝的紅旗10防空導彈系統 可以對10公里範圍內超低空飛行的超音速目標進行有效攔截 此外052D驅逐艦還配有一門1130營近防炮 最大射速可以達到每分鐘一萬發 可以在艦艇周圍形成密集的彈幕 是052D的最後屏障 052D驅逐艦的垂法系統 還可以搭載英擊-18反艦導彈 這是解放軍最新一代的艦載反艦導彈 據了解英擊-18反艦導彈採用 亞音速加超音速飛行雙結合的方式 最大射程接近600公里 遠超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反艦導彈 在亞音速的狀態下 英擊-18飛行可以略海飛行幾百公里 在距離目標幾十公里時 然後約升高度並自動打開搜索雷達鎖定目標 隨後火箭、發動機、點火 迅速將速度提升至三馬克 基本上可以突破所有現有的艦載防空體系 做到一擊致命 專家說052D型驅逐艦還在持續建造中 至少還有三艘即將或接近員工 可以在2025年前下水 2025至2026年服役 西方海軍觀察家認為052D型驅逐艦建造工作 可能會持續到2030年左右 按照現在的建造速度052D型驅逐艦 最終建造的數量有可能達到接近50艘左右 成為繼美國百克級後第二大神盾艦群 052D型驅逐艦也代表國產艦船工業的一個技術突破 052C、052D型驅逐艦成熟後 表示中國艦船工業成為繼美國後 第二個掌握全套神盾艦建造技術的國家 這些技術包括了艦載中學防空作戰系統 多功能雙控陣雷達 中遠程艦空導彈、數據鏈等 目前只有中美兩國做得到 其他國家例如俄羅斯 剛剛掌握艦載燃機輪機技術 艦載有緣雙控陣雷達獲得技術突破 也是沒多久之前的事 法國甚至未有自己的艦載燃機輪機 英國需要聯合其他國家研製艦空導彈 至於其他國家和地區實力更弱 基本需要依賴發達國家提供關鍵設備、系統或零件 專家分析更令美國海軍感到驚具的是 中國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建造了這麼多的052D型驅逐艦 而在同一時間中國海軍和艦船工業 還完成了兩艘航空母艦 三艘兩棲攻擊艦 八艘055萬噸大驅 兩艘大型航母編隊補給艦 幾十艘護衛艦以及潛艇、後勤保障艦等 這麼龐大的規模、這麼快的建造速度 美國海軍也自探不如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052D系列 仍然會是中國海軍航母編隊重要的大都護衛 因為這種多用途導彈驅逐艦 它的性能非常強悍 再加上造價比055便宜很多 所以受到海軍的肯定 052D型驅逐艦基本設計已經有30年歷史 潛力已經挖掘到極限 因此國產新一代多用途驅逐艦 可能已經提上日程 預計這艘艦將會在2030年後開工建造 成為中國海軍新一代艦隊的基礎艦 另外看看德國寶馬價值過百億元的電池大單落地中國 德國高級汽車製造商寶馬公司 今年年初曾公開對外招標大約160億雅時電池訂單 鞏固電動汽車與電池的重要供應鏈 近日這個訂單終於正式落地 由中國企業、蜂巢能源和寧德時代取得90億雅時訂單 另外70億雅時就由寧德時代或是益位理能系提供 內地的快科技網站引述36克旗下啟動PowerOn公眾號的報導 如果每雅時電池的價格以6毫人民幣來計算 寶馬這筆的訂單 價值將達到960億元人民幣 超過8億歐元可以說是一塊大肥豬肉 報導形容中國的動力電池業者真是贏馬了 分析指出 寧德時代和益位理能能夠承接訂單並不讓人意外 因為寶馬和這兩家公司此前已經有合作 相比之下風潮能源入局有些意外 如果和寶馬合作順利進展 對於風潮能源來說是最好的一張名片 對品牌形象提升和對市場供應都有極大的好處 然後看看全球首款的電動垂直起降載人無人機 獲頒合格證書 城市空中交通科技企業 益行智慧控股有限公司宣布 由他們自主研發的EH216S 無人駕駛載人航空器系統 獲得了中國民航局正式頒發的型號合格證提示 標誌著具備了無人駕駛 航空器載人商業運作的資格 作為世界首個無人駕駛電動垂直起降航空器型號合格認證 它的創新性和成功 不僅為中國甚至全球創新型的飾航認證樹立了重要的標杆 起到領先示範作用 更加是開啟了城市空中交通商業運營的或時代里程碑 最後看看再有文物《回歸圓明院》並展出 《圓明院石柱回歸展》在北京圓明院正角寺開幕 其中有7條的石柱文物 是繼馬首銅像之後 又一批回歸圓明院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 這次回歸的石柱文物 都是漢白玉材質 立面有雕花造型品相較好 推測都是來自西洋樓維子區 這批7件石柱文物原來屬於圓明院建築構件 1860年英法聯軍劫略後流失海外 後來由羅威貝根科德博物館和西羅威藝術博物館收藏 中坤集團北京大學和科德博物館簽署三方合作協定 最終在2023年3月將這批石柱通過海運的方式運回中國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柳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柳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石柳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柳台獨家發布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柳台 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柳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柳台 希望你們也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柳台 多謝大家 驚喜 集中 2 3 4 4 4 6 6